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明天一大早起来工作 所以今天不能太晚 改天陪你们聊 我来就是想说你们的信息我都看到了 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 特别开心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 就是说一定要照顾好家人 好好陪家人 对 然后让自己努力学习 将来能够成为有价值的人 别走 不行啊 我得走了啊 我还要去别的群呢 谢谢大家 特别开心 我刚看到有人说我去哪里说的都一样 因为我去哪里都要跟你们说一些谢谢啊 对不对 我希望就是还是那句话 好好陪家人 然后也要照顾好家人 还有就是让自己越来越好 多学习 然后多经历 然后提高自己 希望你们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梦想 我们一起追逐我们的梦想吧 怎么样 是不是很官方 但实际说的都是习话 别闹了 我这都要准备睡了呢 明天一天还要工作 下次吧 下次吧 下次来陪你们好好聊天 记得啊 你们也要早点休息 哇 你们这太假了 你这空降四群受试是挺鬼性的 不过我一起婚 什么发自拍啊 都准备睡觉了 明天要工作一天呢 你们也是 就还是那句话 谢谢你们 然后很开心 还有就是 糟糕家人 不要让家人不开心 还有就是照顾好自己 加油 可以的 早点休息啊 你们 我转场了 明天也是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不要随意出门 然后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还有就是要监督家人 照顾好家人 不要跟家人吵架 要照顾好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好 真的 其实一直以来就是没有你们和我的公司 我生日都是很随意的过的 有些时候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我的生日就是随便过过 真的 我也不去 我也不干嘛 但是有了你们之后就是让我觉得这么多年 我的生日有了意义 因为从我读书啊 一直以来 我的生日就是没所谓的 我会自己给自己买个小蛋糕 所以我还是要谢谢你们 让我觉得本不重要 然后也本不在乎的一个日子 变得就是很开心 对 你们也要早点休息啊 我就明天还得工作呢 好 我转场了 嘘 你们先听 不要聊天 谢谢你们 谢谢 对 我很开心 但是还是没句话 我说了很多遍 就是 我知道你们还有其他地方很多人年纪都很小 但我希望你们就是能够好好学习 就是能够把时间都抓住 然后照顾好家人 好好陪伴家人 不要让家人不高兴 跟你将来你就会明白 我说的话 但是呢 你现在 你们现在就是务必要做到就是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很多多余的地方 我希望的是 你们的青春都能够 嗯 让我想一个词 怎么形容呢 你们青春都能够 朝气蓬勃 这是什么词啊 那我再说一遍 希望你们都有个美好的青春 然后 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肯定会有人说官方 但是 不就官方 是我自己说的 对 不要心碎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谢谢你们 真的 还要重复一下那句话 你们很别嫌我老头 就是 照顾好家人 陪好家人 不要让父母不开心 都听他们的 然后 照顾好自己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追星 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网络上 把时间 降为己有 多去提高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好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可以做到 然后 我们一起 朝着梦想 朝着生活 我希望我们岁月时间的速度 能比我们父母老去的速度要快 所以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早点休息 不要熬夜 嗯 只有身体 健康还有家人最重要 其他都不是事 嗯 你们这 跳得太快了 点都点不进来 谢谢你们啊 然后就是要 保护好自己 照顾好家人 不要让家人不开心 多陪陪家人 然后 嗯 你们肯定会觉得 每一个人说的话都一样 但这就是我想对你们所有人说的 把时间都留下来 好好努力 照顾时间 还有就是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爱你们 不是因为 你们的每口里 我越来越 阿勒索 好啊 不跟你们穿了上去休息 啊 不要熬夜 你们的 祝福 祝我生日快乐 谢谢 然后呢 就是 我觉得很多话 都在心里吧 好好 照顾家人 好好陪家人 不要让爸妈不开心 因为家人是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 好好对自己 让自己越来越好 多余的时间 小追星 多把时间分学去上 嗯 然后 我以你们所有人 大家为骄傲 一起努力 纷纷进 弄弄弄 滑不滑路 什么什么内 都不想走 也不想怎么样 就是希望能够有游戏拍 然后 嗯 你们能够看我的戏 还有就是 我的戏能够给你们 带来一些欢乐 或者轻松 或者愉快 嗯 就够了 你们带来休息 我要转场了 你们带来休息